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个跟委员说明一下 那时候你刚刚也提到说 这75年的韩式已经废掉了 我们是告诉委员说 我现在觉得你就回答我 问你的问题就好了 还是在这里挨轰也不能松口 这样子就叫做挨轰也不能松口啦 我想还是要让委员知道 我们一直以来 就是这个七天的有一天的休息 不要跟我顾左右而言 你就回答我 依法行政是依这张公文 你们现在说的 这不 所以刚刚我一定要说明 是说这张公文是也告诉 那个来询问的 对谁询问 谁询问 谁询问 我在这里再讲一次 谁询问 基于什么状况 你差点来询问 因为我跟委员报告 这张就一直在强调是说 在采用轮班制的情况 我现在你不要顾左右而言他 这个就是宁可哀轰也不愿意松口啦 谁询问 公文在不在 还在不在 查不查得出来 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要让我的咨询时间就这样子浪费掉呢 然后宁可哀轰也不松口 委员时间到了 主席就会叫委员下台 然后人民就无从得知 这个公文还在不在 你回答我 不要在这里 藐视国会 欺骗国会 为什么依法行政这个东西是 内幕黑幕 不能被揭出来 你不盖掉 我们不觉得有问题 你一盖掉 然后现在又这种态度 不愿意回答立委的询问 立委的咨询 你规避不回答 让我们觉得很怪啊 我还没有说有鬼哦 是觉得很怪 为什么是这种态度 我想我 我这边要说明一下啦 刚刚其实并没有任何 藐视国会的一个情况 你就回答我 谁询问你们 这个东西 询问你的公文 可不可以给我们 我刚刚也 请同仁去了解一下 因为刚刚事实上 我也请同仁去了解一下 到底当时 是回复哪一个单位 那你了解了以后 可不可以在今天 下午五点以前 提供我们办公室 可以可以 因为这部分 之前跟你要 拒绝不回答 找不到 各位看看了 75年内政部的韩式 都找得到了 91年的公文 会找不到 对不起 我 怎么办